哈喽大家好,我是笑语啊 很多天没有拍视频的 然后我们在江边开一个拍箱的视频 我在买一根钓鱼杆和买一根竹笛之间 选择了竹笛 给大家打开看一下这个竹笛 我已经练习了一天多了 它跟钓鱼杆的空间倒是一样大的 所以我在二选一想了很久 最终买了这根笛子 这个笛子的全貌就是这个样子了 是F调,花了一百块钱买的 当时买这个笛子的原因是因为 怎么说呢 感觉骑行的生活中总要贴一点乐趣 然后学一致之长吧 咱们把它镜头离近点研究一下 已经练习一天了 刚开始是因为这个笛膜没贴 早半天不知道这个 然后吹不响 现在已经贴了第三个底膜了 然后按照视频里面教的 要微笑 嘴型要微笑对着这第一个孔 这样 然后我感觉 感觉风全部往下面露了 吹不响 然后就这样吧 全部对着这个孔这样 也是吹不响的 也是吹不响的 我后来想了想是不是会像那个肖一样 要这样 这样倒是还吹响了一点 可我买的是笛子 很难搞 我当时是因为 看了这些 吹的比较好的 我准备对着拉推一下 我准备对着拉推一下 好 难搞哦 我再看了一下自己的笛子 问题不知道处在哪里 买的是和他们同款的 这个笛膜贴的也没毛病 上面还有这个纹 贴的第三遍了 而就是吹不响 就很尴尬 然后再自己慢慢学吧 但是我感觉悬了 因为这个笛子的乐器 它不同于其他的 像吉他或者钢琴 他用手 参照 老师的动作或者怎么样 还能学个样子 这个的话它是一种气流 然后依靠的这个 特别薄的这个 就这么个笛膜 依靠它发响声 然后这个气流 挺吹不响的 所以大家买笛子的话 慎重考虑 我是感觉能吹向笛子的都特别厉害 而且看起来特别帅 这退货是退不了了 已经吹过了 就退不了了 先先藏着用吧 然后好多天没有更新视频 有很多朋友问我 怎么了 身体是不是熟悶铁 或者说 是不是放弃其勤的 这个都没有啊 就因为 出来 像很多更新视频的博主 其实都 都有 都有迷茫的时候 我的话还好 就前阵子 就单纯的想休息一下吧 每天 就在这个 亚安的青江边上 看他们钓鱼 然后和嘉一 带他过来洗澡 嘉一这会儿 自己在这里玩的嗨了 他玩累了他就 下岸 就这样挺安静的 有时候在对面那条古玩街 看那些大爷下象棋 我感觉旅行的话 应该就是这种放空的状态 是最好的 至于拍视频这个顺其自然吧 有时候想多了没什么用 之后可能会 兼职他一下险 找点刺激 然后 像小三能他们学习 把饭做好一点 视频拍简单点 更多的时间用来私生活中 去把身体健身一下 因为我感觉 特别瘦了 特别是出来齐心以后 这个脸都已经瘦得凹陷进去了 所以我把头发全部剃了 就直接也不用头发遮挡了 就这样真实的状态面对大家 打算用两三个月的时间 自己平常徒手健身 或者把生活伙食多吃一点 看能不能长胖一些 记录这种变化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然后 等下晚上还有个飞行医院的视频 是昨天拍的 今天就不去了 好多老铁说那个医院 呃 太那个了 像我拍的游戏也不能放出来 容易被那个和谐 嘉一走 哎 走了回去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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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